太阳升上来 新闻端出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金伟 非常高兴在空中跟大家见面 那今天要来谈到的话题 还是这个莫斯科恐怖袭击案的后续 到底在这个未来 普京要如何复仇 实际上我们来看在这次恐袭之后 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谈到实际上是疑点重重 那当然这个疑点归疑点 可是普京下一步会如何行动 那当然就变成大家比较好奇的观点 首先我们来看到 实际上现在美国的俄乌战争 基本上是没有B计划 就是让乌克兰撑下去 但是在这个现实来讲 乌军现在节节败退 在战场上 光是看他这个一会儿找德国 要去炸这个什么克制大桥 或是这个偷袭这个俄罗斯的游警 就看得出来 他在主战场上面 现在真的是已经顶不住了 可以算是弹尽猿 但是美国的援助已经是迟迟未来 攻击莫斯科的音乐厅 这个反常啊 因为过去啊这种IS啊 这个恐怖组织啊 他们是一种宗教信仰 基本上呢都自己来 怎么可能花钱雇人吗 这个一看就是离谱 这个而且给的钱呢 这金额啊 那个坦白讲也不多 你去要饭 你去抢人 你什么都可以比这个拿得多啊 而且这个生命也不会弄得到时候 命都没了啊 所以你光看那几个嫌犯都知道呢 他们绝对不是那种宗教有信仰的人啊 只是说怎么来的 这个天知道了 我就为了一百万卢布吗 还是后面还有内幕啊 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啊 那当然我想这些天呢 这个加上俄罗斯的征讯之后呢 答案慢慢会出来 但是这个最重要的关键呢 美国在这次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当中啊 他有几个目的 第一他要击败俄罗斯嘛 对不对 美国要在全世界产生影响力 他必须啊 要各个击破啊 那中国当然是他目标 可是中国不好搞定啊 先去搞定这个俄罗斯啊 那第二呢 让中国跟欧洲啊 都失去一个好朋友 对不对 那第三 让欧洲加大对美国的依赖 你看现在就来了 这个啊 这个能源啊 已经依赖美国了 那再来看呢 这个就是要让他 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提升 但是现在到目前为止啊 这个两年过了 都没有实现了 都没有实现了 对不对 所以才会最后出这些烂招 不然的话 怎么会搞这些烂招呢 对不对 因为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在当年北约东扩啊 他就有一点在羞辱 这个俄罗斯啊 他知道普京啊 咽不下这口气 北约多次东扩 坦白讲呢 当时普京啊 也都忍下来了 那这次北约东扩呢 基本上已经扩到莫斯科 数百公里外 就乌克兰的边界了嘛 那你这个对普京来讲 是一种羞辱啊 对不对 你叫我不要东扩 我就还东扩 还扩到你首都啊 数百公里外 我的飞弹随便一射 就射到你们家了 打到莫斯科了 那种感觉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俄罗斯人 你又是领导俄罗斯的领导人 你会什么样的态度 你会怎么想 对不对 当然呢 这个迫使啊 这个最后俄罗斯动手了嘛 那当然据说 当时也看得出来 这个欧洲是极力反对啊 这个就说你不断的挤压到 最后这个莫斯科这边啊 要动手了 大家应该还记得 马克龙啊 在当年俄乌战争发生之前 多次啊 跑到莫斯科 斡旋啊 希望这件事情啊 大家还谈谈谈谈 对不对 但美国不惜跟欧洲翻脸 就是要让这件事情啊 成了 坦白讲 北约 谁说的算 不是欧洲啊 就是美国啊 对不对 美国才是 主要的北约的这个 说的算的人啊 所以你看在整个事态的发展上面 那开始打俄乌战争 谁掏钱 出钱出力最多的 就是美国人啊 当然这个 现在大家似乎啊 这个都在观望 俄罗斯的下一步 但是你不要低估啊 俄罗斯人的 这个决心啊 因为如果了解这个民主 你就知道 他也经历了许许多多 那么多年来 几百年来啊 那个战争没少打过 那打到这个节骨眼上 莫斯科造成恐攻 再清楚不过 你说跟俄乌战争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太合逻辑啦 不太合逻辑 现在有点叫声东及西 对不对 昨天我们还聊到 说是不是现在该派兵 去这个阿富汗 把那个ISK给干掉 不可能嘛 对不对 那个不是关键啊 现在 现在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什么 要分散俄军 在乌克兰推进的速度 照现在这个打法 我们都知道 这两年来啊 这个俄罗斯 这个部队 虽然已经打到乌克兰 跟乌克兰在打仗 但是这叫做 有节制战争 他没有那种 就是说 我就是要不断的推进 这个屠城一样 这个然后把你 这个整个国土占领 没有 他是希望 借着战争 大家来谈判 对不对 阻止北约东扩 上次嘛 2002年 波罗的海三小国 没有阻挡成功啊 那这次一定要阻挡 对不对 开始阻挡 好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当然看得出来呢 实际上叫可控战争的关键 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没有权利的往前打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次恐攻之后呢 普京的乌克兰战略 一定改变 开始准备加快速度 说实在话 现在推进的速度 一天大概打个十几公里 向前推进 打的打的 我跟你讲 改天就打到奥德萨 再打到地涅薄荷 我们不要到最后把这个 那个就是基辅都拿了 这都有可能啊 对不对 对普京来讲 现在就是 趁势就来了 你这样子玩 我就把你玩到底 对不对 这个真的是啊 不要低估俄罗斯的 他决心跟态度 因为我们从历史可以看得出来啊 当年呢 这个里根总统上台之后啊 他当时是美术冷战 他就搞一个呢 叫做所谓的心理战啊 冷战不能打嘛 我打心理战 比如说大规模的军演 或者是呢 派军舰飞机进入苏联的领空或领海 挑衅嘛 然后当你部队来的时候 我就跑掉 不跟你接触 不跟你打 但是不断的挤压挤压挤压 在1981年之后呢 这个美国多次联盟这些北约国家 在那个苏联附近不断的军演 所以各位记得 应该在1983年的9月1号 大韩航空 那个被这个叫做苏15吧 给击落这件事情 那时候代表什么 代表美苏冷战啊 已经进入一个紧张的境界 当时是准备啊 听说在这个韩航啊 他偏离航线 实际上在他的下方是有侦察机啊 这样飞 跟着进去 有些人说在77上面有侦察设备 他就是说是什么这个坐标导航系统出问题 就进入那个苏联领空嘛 要刺探地面的什么飞弹基地 就是刺激你啊 没想到苏联打掉你 如果说飞机上有人干我什么事 对不对 你既然这样挑衅 我绝不客气 这个就是俄罗斯人的风格啊 好 这是1983年9月1号的事 好了到了9月26号的时候啊 当时苏联的这个防空军啊 雷达战 在值班的时候呢 突然发现 雷达上面发现美国啊 那边发射了五枚啊 飞弹 中际飞弹 朝着这个苏联飞来了 那当时就觉得说 因为有有之前吧 从81年开始就很紧张 83年9月1号又发生大寒航空 接着到了这个等于是 同时的这个9月26号啊 才没几天 那9月1号的事 这是9月26号的事 雷达战就发现 五枚这个洲际飞弹飞来了 还好当时啊 值班的军官啊 这个 匹德罗夫啊 他认为啊 可能性不大啊 可能是雷达故障 他就让这个 这个没有往上报 说我们这雷达战啊 先观察 这个讯号会不会消失 有时候误判嘛 他可能多多多多的 跪魂没了 对不对啊 他们就在等 因为 理论上是看到美国 如果发射洲际飞弹 一定是核弹来了 我们这边叫通知上面 上面就下令啊 也反击啊 核弹也发射 对不对 互相毁灭 这个核战就是 互相毁灭的 打核战争是没有赢家的 就是互相毁灭 当你按钮的时候 你就知道 那个 那个核弹也要来了 对不对 不是你打过去 别人打来了啦 啊 好 所以啊 还好那时候的 彼得罗夫啊 忍耐了一下 说我们再看一下 就后来雷达 误号消失 虚惊一场 好了 9月1号 9月26号 这个已经看得出来呢 那时候的这个 苏联人啊 这个 这个就是被美国 核攻击的那种 威胁压力啊 已经到了顶点 对不对 当时听说在苏联境内 这个大家啊 都都在这个准备 进防空洞啊 这个核战争啊 要来临了 你想想看那个心情啊 看到美国又来了一个 这个 鹰派的啊 这个里根啊 这个共和党的啊 很凶悍的啊 一副呢 就是要玩大的啊 这个什么 美国搞那时候搞大海军 说要搞六百艘军舰 对不对 就是要玩死这个苏联的味道啊 所以这个当时很清楚 这个事态啊 不妙 接着呢 到了这个 11月啊 这个 美国啊 在北约啊 这个这个总部啊 就提了一个计划 叫做神射手八三 涉及演习 那个是9月1号 9月26号 到了11月 美国呢 把这个潘兴飞弹啊 这个运到了欧洲 当时苏联就觉得不妙 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是冷战嘛 你把潘兴飞弹都运到了欧洲 那当然对付的就是我苏联哦 接着11月 马上要开始搞军业 叫神射手八三 这一年的神射手八三呢 还多了两个科目 叫做无线电静默 还有呢 就是领导人啊 参与演习 做决策 简单的说就是 那个神射手八三呢 演习的科目啊 最重要就是说 当欧洲受到核威胁的时候 用核弹爆复这件事情 当然有一个假想状况啦 譬如说俄军 这个几千辆坦克 进入了西欧 那时候我们叫启动 战术性核弹吧 去打嘛 不然你呢 哪有几千辆 这个坦克车去跟他拼啊 所以美国有很多计划 当时就准备啦 演习 但是啊 这个苏联啊 当时就觉得不对了 情报机构啊 实际上在81年之后 苏联的这个 科科博啊 情报机构 就特别成立一个部门 这个部门 这个部门是干嘛呢 收集关于啊 美国及西方国家 发动核战争的可能性 这个项目就是 针对核弹的可能性 核战的可能性啊 有多大 那得到的情报 说现在研判了 不对劲了 对不对 那这个潘兴 飞弹来了 他可以携带核弹头的 然后呢 要搞一个演习 美其名是演习 那看得出来呢 这次要动手了 因为9月1号嘛 9月26到现在 这次要玩真的 那一次呢 像比如说五个 雷达上五个 可能什么 是故意夹讯号 对不对 看苏联会不会有反应 对不对 侦测你的各方面 那这一次呢 要玩真的了 所以这个听说 苏联最高层啊 这个总书记啊 跟这些情报机构 开完会之后啊 就下令了 在东德啊 以及这个波兰的空军啊 当时都是苏联的这个 这个这个傅永国嘛 东德啊 东德 东德跟波兰啊 全部进入这个战备状态 空军啊 全部进入战备状态 这个就是飞机加好油 挂好弹 随时准备升空啊 另外呢 苏联的第四航空军 已经从仓铺啊 把核弹啊 拿出来 挂上飞机啊 就准备待命啊 再跑到头啊 有状况飞机就 啪就升空啊 就要去啊 要丢了 要丢核弹去了 那个当然这个 无线电讯号就开始跑了 跑得很快 对不对 就被美国啊 这个情报局啊 军事情报局啊 就监听到了 说这个突然啊 苏联这边无线电啊 很频繁啊 这个看起来是在部队调动 对不对 因为上面一下令嘛 这个无线电就叫啊 这边那边弹药库啊 什么飞机场啊 什么飞行员 全来了 无线电在叫 这个美国情报机构一听 开玩笑 这一次 这个苏联人啊 看起来是 认为我们要动手 他们也要动手了 然后呢 这个听说这个情报局长啊 就跑去啊 跟这个北约总部报告 当时叫做 欧洲盟军司令部啊 这个当时就报告 说这个情况啊 不对劲了 看得出来啊 这个可能那边啊 要玩真的 所以喊卡拉 11月7号 开始军演 本来五天 才进行了 听说一半 停 不演了 马上宣布演习终止 意思就告诉苏联啊 我们不演了 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已经两边啊 似乎看起来这个苏联这边是准备哦 要准备打了 对不对 这个我也不知道你是真是假 你这个潘兴都来了 然后又搞一个什么 什么神射手八三 那看起来就是要玩真的嘛 那我怎么可能让你打我 因为前面几次 他自己心中的很紧张 好了 那当然呢 这个美国马上放消息说 演习终止 这个才让那个整个讯息 那个原来紧张的那个情况慢慢降下来 当然在1983年的时候 这些事情啊 都是军事机密啊 欧洲人都不知道啊 这个有多严重啊 一直到2015年 这个机密啊 已经保存期限 解密 解密之后 大家一看 他的那个危险程度啊 不输给1962年古巴飞弹危机 那个1962年古巴飞弹危机 大家现在都知道 就是美苏冷战变美苏热战这件事情 刚刚当时概率很高啊 对不对 还好呢 这个最后 把苏联让步 整个事情算过了 但是1983年这件事情 基本上 也不输给1962啊 对不对 还好那时候是情报人员 快点报告 说不行啊 苏联这边要动手了 对不对 因为确实美国这边 说是没有要动手 只是演习 但谁知道 谁知道啊 好 还好呢 这个大家克制 人类避免了第一次核战争 那个美国丢日本不算了 那个就是 当时是做了 不丢白不丢嘛 对不对 这个也要告诉全世界 我美国有核弹啊 所以日本也倒霉啊 这个反应太慢 吃两颗原子弹啊 就知道 这个当时美国要称霸世界的那种 那种雄心壮志吧 怎么能讲雄心 雄心壮志呢 也行吧 也行 好 所以这一次啊 这个西方又在低估 俄罗斯人啊 对不对 当年叫苏联 现在叫俄罗斯 不会变啊 这些人的个性是不会变的 你把他逼到墙角 他一定跳起来咬你一口嘛 咱们同归于尽 你要弄死我 我也逼到你活 实际上西方就是希望呢 让这个俄罗斯啊 这个疲于应付啊 疲于应付 但是要非常清楚 这两年下来 俄罗斯啊 没有向西方媒体报道 什么弹尽圆绝 什么军工做不出炸弹 或者是伤兵累累 没有人打仗 对不对 这个都是啊 很 很假的啦 对不对 真的现在回到乌克兰战场 去看看真实情况 这个比较实际啊 对不对 听的那些报纸随便说说 你就信 那才怪 对不对 所以俄军啊 到现在 基本上 还是十分啊 这个完整 但是乌军这边已经是 溃散了 溃散掉了啊 这个听说乌克兰这边啊 逃兵都真的蛮多的 又弹尽圆绝嘛 那还不跑 等什么呢 对不对 好 那这个 而且第二 我们看到 俄罗斯刚刚啊 这个总统选举结束 理论上呢 普京得到将近88%的支持率啊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呢 他的这个执政还是很稳定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人非常清楚 从1999年到现在 俄罗斯要是没有普京带领 早就被人家欺负了 对不对 怎么会有今天的俄罗斯 早就没了 这个国家都分裂了 会被人家瓜分了 对不对 所以支持普京 虽然普京不是一个 百分之百完美的领导人 但至少 放眼在俄罗斯啊 他是 他是还可以挑的嘛 对不对 所以支持普京 这个 这个很重要 他的名义啊 还在 也没因为这场战争 原来要把这个普京 拉下台这件事 也没成功嘛 所以有人自己走路啊 那个叫纽兰的 好 第三 俄罗斯的经济也没垮 原来搞垮俄罗斯经济 IMF还说 俄罗斯的GDP增长 2.3 那你就知道 别的国家哪有2.3 没打仗都没2.3 他打仗 还有2.3 好 那现在呢 最令我们这个比较 感到遗憾的是啊 到今天为止 西方国家 还在想如何啊 让这个乌克兰战争啊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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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下去 对不对 这个听说呢 前两天开会的时候 在北约啊 这个美国就说 这个德国啊 你该出些飞战啊 这个飞战比较厉害的啊 对不对 快点拿给乌克兰啊 什么什么 德国就知道 这个战争啊 其实已经不会赢了 就像 就是拖在那里嘛 我在给他飞弹 只是都多几天而已 那对战争 没有任何的帮助啊 没有帮助 赢是不可能啊 那更令人遗憾的是 至今 西方国家 没有一个跳出来说 我们是不是啊 干脆让乌克兰 跟俄罗斯啊 和谈的 当然其实我想 美国很清楚啊 俄罗斯跟乌克兰 要是真的和谈 那以现在这个局面 普京要的乌东缓冲区啊 是一定拿得到 对不对 就算乌东 属于乌克兰自治区 但是缓冲的要件有了 打到目的吗 对不对 那第二 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啊 恢复了 农兵啦 不打仗啦 能源贸易 什么经济往来 全部都恢复正常 美国在整个西欧的影响力啊 就就输了嘛 看得出来 尤其在这次俄乌战争 美国基本上 在后面撑腰的是输的 他站在书家这边哦 对不对 他撑了那么多钱 花了那么大的力气 让乌克兰去跟俄罗斯打 结果输了 现在如果谈判 就证明美国整个俄乌战争的计划 是失败的 拜登的外交团队是有问题的 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策 让这场战争发生 然后呢 又去支持乌克兰 到最后会输掉 这个是会被检讨的哦 所以现在是不能和谈 因为选举要来了 如果现在和谈 那就一翻两瞪眼了 一点机会都没了 对不对 拜登的外交上的挫败 就再明显不过 当然了 就我们的理解 这个美国是不会 愿意承认失败的 那不管未来的代价有多大 是不会轻易承认失败的 但是千万永远不要低估 俄罗斯人对事情的态度 因为俄罗斯民主 这个一个是一个非常特别 跟我们一般不太一样的一个民族 曾经就有人问过普京 说你怎么去 你会不会原谅你的敌人 那普京怎么说呢 这个原谅敌人 这个是上帝的事 我的工作呢 是把他送去见上帝 你就知道俄罗斯人的态度 他不是那种 什么跟西方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他有他的价值观 所以现在呢 这个不断的再去挤压俄罗斯 最终的结果 真的可能会引来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千万不要低估 这次的恐袭 好像只是莫斯科那几百个人被杀 而是整个地缘政治将起到巨大的改变 但是未来的发展 我想五月呢 普京去中国之后呢 还希望有转环的余地啊 能够让这件事情呢 不管怎么样 俄乌战争啊 还是能够画下据点 那当然呢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这些天呢 很多朋友在 敬畏点评下方留言啊 表达对这次啊 恐袭的观点 这真的是非常的珍贵 那今天还是希望各位在下方留言 表达您的观点啊 我们一起能够学习一起成长 那当然还是感恩各位的支持啊 在上周六直播之后呢 到今天还有朋友留言啊 大家对直播啊 很有兴趣 那在未来的这一周呢 这个刚好在新西兰是复活节假期 那当然呢 我们这个敬畏点评啊 这个还是这个正常播出 那周六还是会有这个直播啊 各位不要错过 在这个周六呢 播出的时间是这个 等于算是北京时间啊 早上的11点啊 台北 北京香港新加坡 大概都这个时间 马来西亚都是早上11点啊 直播到最后礼拜六 欢迎各位看直播 我们一起互动好吗 那各位对最近的局势 有什么 有任何问题啊 也欢迎在直播的时候提出来 我们可以进行双向互动 我尽量的在节目当中 回答各位的问题 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 拜拜 拜拜